大名鼎鼎的分割活人魔术,大家应该都看过吧,就算没看过,也应该听说过,利用道具造成视觉差,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如果不用任何道具,魔术师直接挥一刀就砍的分割魔术,你敢看吗? 小赵是个酷爱魔术的小青年,平时很懒,做什么都没兴趣,唯独钻研魔术,几天几夜不睡觉都不觉得累,可自己钻研毕竟是野路子,他找到本地最有名的魔术师老胡,拜他为师,本以为能学到五花八门的魔术,登台表演走上人生巅峰,可没想到来这快三年了,什么也没学到,干的都是些打杂的活,师父有几个弟子家里有钱有势, 便经常教他们魔术,小赵只有看的份,最近师父为了省钱,不再从国外进口魔术道具,美其明月为了锻炼小赵,让他学电气汉,仿造国外魔术道具,实际啊,大家都明白,就是为了省钱,真郁闷啊,在师父这儿,就是个免费苦力而已,突然一个短发女人,晃晃悠悠的走进道具厂房,喂,这里不能随便参观的,小赵下了驱逐令,毕竟魔术道具也是好, 行业机密,在看女孩似乎对道具并不感兴趣,直接了当的说,我是来找你的,赵卓,找我,小赵很不解,你认识我吗,难道我已经在魔术界小有名气了,对不起,并没名气,不过你对魔术深沉执着的热爱,将我吸引,我叫奈,我来做你的魔术女郎,我们一起合作吧, 小赵无语的狠,你在胡说些什么,你以为北远魔术是过家家吗,说成了一个组合,就成了一个组合啊,面对小赵的嘲讽,难呀,并没理会,而是静止走向拘木机,撸起袖口,直接把胳膊放在魔刀之下,咔嚓一声,耐的胳膊被瞬间切断,啊,小赵吓得差点晕过去, 这女的是疯子吧,断掉的手,静静躺在地上,这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事啊,实在太恐怖,小赵一个亮枪,瘫在地上,再看奈,不喊也不叫,淡定捡起手臂,将切口出对肩,伴随嘎嘎嘎声响,奈的肌肉组织,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不一会儿,便恢复如初,没有半点疤痕,小赵被惊得说不出话, 奈很自豪,看清楚了吗,我天生身体奇特,不仅没有痛觉神经,细胞组织,还有光速愈合的能力,不仅是手,我任何一个部位在被伤害后,都能再接回来,我以前不知道这能力可以做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人体切割魔术表演,将我的超能力用在这上的话,绝对无懈可击,我就是为了魔术而生的, 而你对成为魔术师有一种天生的热爱,我们俩合作,一定会超越所有知名魔术师,到达世界之巅,可小赵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这有个妖怪,晚上下班回家,他依然被刚才恐怖一幕深深震撼, 小赵喜欢魔术表演,确实,那种能力用作表演的话,毫无疑问,必将引爆全场,但是正因为他喜欢魔术,所以并不喜欢弄虚作假,他更喜欢用道具,手法和技术来征服观众,而不是简单的砍人,该如何选择呢? 两周后,小赵花光毕生积蓄,租下市剧院,开始了个人生涯,第一次登台表演,今晚不成功,变成人,他大修魔法,比如变树花,变个鸟,变个棒水, 但这些魔术啊,实在是太老头,观众忍不住吐槽,果然如此便宜的票价,就能看如此廉价的魔术吗?滚回家去吧,魔术师,大家散了散了,小赵算是看清现实,表演自己的魔术,过了今晚,他就会成为穷光蛋,只能实施B计划了,耐,登场吧! 小赵抽出电锯,高高举起,大家先别走,接下来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将为你们表演史无前例的,无遮挡,无刀剧版,人体切割术 台下顿时炸开了锅,观众纷纷惊呼,哇,这个好,这个刺激,就这样直接割下去吗?不可能做到的吧? 摸摸摸,按下开关,电锯启动,轰鸣声在礼堂中回荡,小赵却迟疑了,天呐,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疯了吗?有哪个魔术师会真的去拒人呢?我到底在干嘛? 小赵感觉一阵眩晕,迟迟不敢动手,这万一耐死了,他这辈子可就玩完了,再看那一点都不紧张,说了句赵卓,动手吧 小赵更晕了,眼前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个疯子,自己竟然会和她走到舞台上,这次她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呀? 小赵内心纠结得很,可恶,师父昨晚还在骂我无能,想成名了痴心妄想,他们都看不起我,我要红,我要一炮而红 大电锯猛的砍下,小赵使出全力,发疯般的将耐得肚子,一分为二 啊,台下的观众尖叫着四处奔逃,真的剧断了,杀人了,救命啊 眼见会场愈发混乱,小赵赶紧空场,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把耐的上下身合在一起,小赵开始有模有样的念起咒语来 可她脑中想的,却是拜托了我的姑奶奶呀,一定要复原啊,可身下的耐却毫无反应 这,怎么还没醒,小赵慌了,完了完了,我杀人了 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耐缓缓睁开眼睛,小赵扯着嗓子大喊 魔术女郎,成功复活,我宣布生死表演,挑战成功 山呼海啸般的惊叹声席卷而来,台下观众像打了鸡血般沸腾了 我的天啊,真活了,这魔术太震撼了 就这样,在观众纷纷自发为小赵的魔术表演宣传下 一传时,十传百 接下来的十场演出,常常饱满 小赵也以最快速度,飙升至一线魔术师的行列 各大网站电视台记者蜂拥而至,排着队采访小赵 曾经看不起自己的师父老胡,也开始捧小赵臭脚 你以前做过学徒的时候,我一直感觉你有天赋 赵卓啊,咱俩师徒一场,下次表演的时候 我能当你助手,让我在你的魔术专场客串一下好吗 小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所有魔术师梦幻的殿堂,国家大剧院 也开始邀请小赵进出表演 观众特别兴奋 听说这个无折党切割术最近超火爆 小赵的表演也确实不辜负他们期望 不管是什么档次的观众,现场效果都直接拉满 半年下来,小赵有钱了 他再也不用住出租房了 下榻豪华宾馆别墅 美女左拥右拨,和他们玩爱的磁水墙 不过功成名就的小赵,却厌烦了日复一日的人体切割术 而且他知道,那实在欺骗大家 那根本就不是魔术 他开始斥巨资,购买别人开发完未发布的魔术进行表演 希望借此逐渐摆脱他的助手奈 好表演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而这切割术实在是太精彩了 以至于观众完全无法忍受小赵表演别的魔术 他们就要看无折挡切割术 看多少遍都不腻 小赵不表演,观众就开始抗议 让他滚下台 小赵心太崩了 气死了,这些傻屌以为自己是什么 我伟大的魔术师赵卓 需要看你们这些观众的脸色吗 为什么不欣赏我苦心研究出来的作品呢 回到后台的小赵发泄着心中的怨念 原因很简单 你的作品都是别人的 耐走了进来 而且你今天的地位都是我给你的 如果没有无折挡切割术 你什么都不是 耐的吐槽犹如累积 重重披在小赵心头 小赵急了 你给我滚,我受够了 我想当真正的魔术师 表演有深度的魔术 而不是你这种邪术 我要证明给你看 即使没有你 我也能被观众认可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不管小赵表演什么魔术 观众都不爱看 无折挡切割术 已然成为小赵的标签 就连投资小赵的幕后财团都劝他 别折腾了 就老老实实演切割术吧 你再折腾 我们撤资了 小赵彻底傻眼 女郎复活 挑战成功 随着一声呼喊 小赵还是乖乖的把奈请了回来 继续表演毫无技术含量 甚至想吐的切割术 就在那一刻小赵突然感觉 他上当了 如今的他竟然无法摆脱奈 小赵发现自己只是个傀儡 那个叫奈的女人 才是真正的大魔术师 这对于从小视魔术为生命的小赵 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他不想混吃等死 他还有理想啊 他再次钻进久违的道具制作物 用年轻时积累的手艺 制作了个前所未有的 超大型切割机 当天晚上他临时举办了场发布会 迫不及待的向世界展示 最新的切割魔术 大家好 我是神之魔术师赵卓 今天为大家表演的将会是 空前震撼与恐怖的切合术 巨木机之链 庞大的魔术道具展现在记者面前 紧接着小赵解释起来 他会将奈传送进巨木机 接着粉碎 最后再让奈重获新生 台下一片惊呼 这怎么可能呢 太扯了吧 奈也很奇怪 之前定的新魔术不是这个吧 怎么还临时画了呢 小赵满脸比 怎么 你做不了这个 那还战个屁世界魔术之巅呢 废话少说 开始表演 没说几句 奈就被小赵架到传送带上 趁奈没反过来 赶紧开启1800马力的超级马达 犹豫中的奈第一次露出恐惧之色 不 不行 救命 快救我 还没说完 就被小赵送进巨木机里 嘎吱嘎吱 机器里传来毛骨悚然的碎裂声 雪浆从出口喷涌而出 记者们吓坏了 我的天啊 血啊 杀人了 小赵笑了 或许他们以为这是魔术 但只有小赵知道 没错 他真的是在杀人 待机器停止运转 小赵装强作势的要将奈复活 可他当然无法把奈复活了 而且当着记者的面杀人 他一定会被当成杀人犯 所以整个局的关键 就是巨木机最后方的木箱里 当小赵扬起红布的瞬间 会遮挡住观众视线 而藏在木箱里 代替奈的魔术女郎 则会爬出来 再将奈的碎尸藏进木箱 红布落下 史上最伟大的偷天换日魔术 表演完毕 小赵脑中再次重复一遍操作流程 可就在揭开红布的瞬间 他愣住了 奈居然还没死 他的血肉迅速充足 还嫌恢复速度不够快 直接将他的替代者吞噬 完成复活 新魔术手眼很成功 两人又开始了 人气爆棚的全球巡演 奈很开心 因为他距离 全球第一大魔术师的道路 又进了一步